5月20号至24号 美国总统拜登将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 本次亚洲行是拜登上任近一年半以来 首次访问亚洲 有分析指出 尽管拜登直奔韩国和日本 但其此次出访的重点却是针对中国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珍表示 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 头号挑战者和威胁者 美国现在试图想把中国 视作为这一区域的挑战者 和威胁来打造一个 以他所主导的同盟体系也好 还是怎么样一个机制 然后把你围堵起来 事实上美国政府企图编织一个 政治经济和军事全覆盖的大网 将中国笼罩其中 政治层面上 拜登访日期间将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 经济层面上 拜登将在访日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军事层面上 美国在亚太地区强推的印太战略 实质是要筑齐分闭排他的小圈子 进而在该地区挑起分裂和对抗 本身这个扣就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 美国人想把扣的机制能够固定化 能够提高它的合作的层次 印太经济框架呢 它在推销里头 它这个里面更多的是什么产业链 它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削减关税呀 或者是推进贸易的合作呀 如果是美国把中国能排除在外 然后来孤立中国或者是扼杀中国的科技发展 它目的来讲呢 就是美国的把权来遏制中国啊 原真指出 印太经济框架缺乏其他经济协定中 有利于推动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因素 相比推动亚太经贸发展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印太经济框架在亚太地区难有市场 美国在军事上指望包围中国 更有不小的难度 首先在打的区域里面就是大家不赞同搞这种军数 而且呢造中国的国际影响在提升 我们国民共同的外交政策 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展望 有很多的政策 是吧 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呢 越来越密切 面对拜登之网的意图 原真认为中国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破网 一是专注自身发展 从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入手 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 其二 中国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上升到新高度 我们要奉取一个和平外交政策 加强不光是这个政治啊 经济啊 还有这个社会人文的交流 大家共同合作 取得多赢 双赢多赢的状态 把地区的合作呢 这个整合呀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